为加强香港学生更好的认识一带一路战略 协助他们寻找发展机遇 海上丝绸之路协会于2016年1月启动张迁计划 大学生暑期实习项目的筹备工作 并联合香港10所大专院校接受报名 报名学生经多轮面试甄选后入围该项目 5月20日上午 张迁计划大学生暑期实习项目启航仪式 在香港中银中心举行 项目得到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18家企业机构的权力支持 共提供111个实习名额 实习国家包括中国、加拿大、捷克、吉布提、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等 今年暑期 参与学生将在当地进行4至8个星期的实习 海思会联席主席叶刘淑仪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李海霞 海思会青年基于委员会副主席大律师荣海恩 海思会青年基于委员会副主席王嘉阳 以及参与企业代表先后在启航仪式上致辞 实习学生及大专阅校代表出席仪式 海思会联席主席叶刘淑仪在接受香港传真专榜时表示 此次实习项目旨在鼓励香港学生 以汉朝丝绸之路开拓者张迁为榜样 乘坐国家一带一路大船寻找机会创出新天地 我是利用这个机会鼓励香港青年人 从拾看待张迁的精神 坚毅不屈向外勇闯 开创我们新的天地和新的机遇 很高兴得到很多企业支持 无论国内外香港的企业 给了百多个实习机会 让青年人去到非洲、内地、东南亚、北美洲、中欧去实习 他们一方面是有工作的经验 缩扎和企业的距离 也都是了解当地的文化 是装备自己在一带一路未来尋找机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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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